那我们看这一题是function的题目 它说the price p of an item and the quantity x so at the demand quantity a demand equation so它这个是price呢是100件 1%x x是它卖掉多少个也是它的demand 然后price是它的价钱 然后cost c呢in RM呢是它的生产的那个费用咯 然后c等于square root x for 25加600咯 然后在这一边呢它叫你assume所有的item生产的都会被卖出去 ok所以你想象一下假设我生产100个 我就放100进去square root 100 那是25加600咯 然后过后呢我的那个price呢就会是100减四分之一乘100 75块咯这样 ok 假设我是1万的话 然后它就会变成100 for 254 604 这个unit 所以1万的四分之一的话 这样它的价钱就会变成negative 那么它在这边有讲到400x在0跟400之间 所以我的x0跟400之间的话就400 square 400的话就写到20个25 OK所以它就604个5个 这样吧 OK好 然后呃呃呃400就100减100 啊0块 如果x等于400的时候 它卖的价钱是0 哈哈哈哈哈哈 OK好 不好意思我笑了 啊算了 总之它现在说它现在要的是cost c as a function of price p 你看起来好像很奇怪 因为你的那个cost c呢 它已经有给你这个equation了 然后呃我们在情绪的看 它说of price p的时候呢 就是说它现在其实是in term of x 它要你把它写成in term of p 就是说它在这一边 我现在它给我的这一个呢 其实是我的c is a function of x 然后这边我的price is a function of x 然后它现在呢 要你把它写成c as a function of p 这样的东西 OK就是说它不要有x了 OK我们知道我不要有x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要把这一个equation 把它写成x as a function of p 然后我再sub进这一边 OK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就这一边p等于100减40x 然后它就全部一笔成c 然后它它灭掉一些步骤了 OK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有p等于100减40分之1x 全部成4的话 4p等于400减x 然后我要把x写成subject的时候 我的x等于400减4p OK所以这个是我的x 然后过后呢我的c呢 它就是square root of x over 25加600 所以它会变成square root of 那个100减4p over 25加600 嗯0就是600600 嗯0就是600 然后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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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所以这一个就是它答案了 好吗 然后过后呢它说呃 呃它一个unit卖30 36 OK 它的一个unit是36 所以它叫你找它的cost是多少 所以我在这边p的部分呢 呃就是说我的price等于36 OK OK 所以它现在要找quare root of x square root 100减4p 36 25 加600 嗯0 OK 然后你的计算机按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拿到的答案了啦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话 然后我就有400减4.36 600减4.36 然后就26 对 然后它就变成16 16.25 直接除25 然后再加600 所以它这一点就是 嗯 costcost 600.64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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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